大家好,我是郭忠益老师 今天要介绍的课程是程式设计C 这次的主题是Recursion 本影片适用的课程是计算机程式设计 内容来源是Sync C++ 作者是Alan 这次单元学习目标包含 1. Direct Recursion 2. Indirect Recursion 3. Recursion的范例 Countdown 4. StateDogain for Recursion Function 5. Infinity Recursion 6. Iteration vs Recursion 首先介绍的是Direct Recursion Direct Recursion是 当你写一个函式 它里面呢,还有呼叫本身的韩式 这个就叫做Direct Recursion 那这样的韩式呢,你必须要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要写Basic Condition 第二个重点是写General的Condition 所谓的Basic Condition 就是要让这个韩式呼叫来做一个停止的动作 也就是这个Basic Condition是一个基本条件 最简单的一个条件让它成立 让它可以计算出结果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另外的条件是一般的条件 所以一般性的条件就是你会继续递回的呼叫的这个条件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你提供给Recursion Function的这个参数的Size 它一定会慢慢的减少 这样的话,递回才会收敛 才会最后到Basic Condition停止递回 得到计算的结果 右边是一个印出N行的例子 那所谓的N就是我输入的这个参数是N 如果N大于0的话 那就会递回的呼叫 首先你先会印出一个字元 这里的例子是一个字元 A,然后在A冒号的前面会有这个N的数字 接着第四行 它就会重复的去呼叫自己本身的这个程式 所以递回的呼叫产生在这里 那这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状况 就是这个N-1 它会把本来Size N变少 那每次一定要变少,不能变多 变多的话就会发散,没有办法停止 那你这个变少之后 它会再递回的呼叫再回到第一行去 往下一层走 看看说它简易之后是不是还大于0 如果它不是大于0的话 那我们就跳到第七行这里 print stop 就停止呼叫 那这里07等于是它的基本条件 02这个N大零如果是Truth的话 那就是等于是一般的条件 所以这个的写法比较特别是它的基本条件写在后面 一般条件写在前面 那还有另外一种写法是 一般条件写在后面 基本条件写在前面 我们会继续看 下面的例子是 in the rate的recursion in the rate的recursion 是间接递回呼叫 也就是两个韩式它互相呼叫 互相呼叫就是 像这个韩式是is add 那它有一个基本条件跟一般条件 一般条件它就会跑去呼叫is even 那is even一样有一个基本条件 基本条件都会跑到end 就是它会return一个值 那一般条件它就会再跑到 对面这个is add的function 所以它们就会互相的 来回的递回呼叫 拿到某一个情况 就是基本情况 它成立了就会结束 所以会看哪一个是 最后是哪一个成立 它就会结束 这个就叫做in the rate recursion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右边这个程式 右边这个程式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 因为西元呢 它只有return 2或4 return 1或0 那今天你如果要return 2或4 的话 就要去 特别去定义这样一个 Booling的 那个 变数的资料行别 那如果是C++的话 它就有这个Booling的 资料行别 所以C没有它 我们必须要去定义 那定义的话 我们定义这样特别的资料行别 Bool 就是使用Type Define 这个关键字来定义 Type Define 它跟定义那个Stratual是一样的 我们就把这个资料行别 定义成以Bool 这个关键字来取代 那这个是一个列举值的资料行别 也就是说一般的资料行别 它会有一个变数的值的范围 那列举资料行别 是把这个变数值的范围限缩 限缩用列举的方式来限缩 也就是这个Booling呢 它的值只有可能有两个 一个是True 一个就是Force 那这个True呢 它会用0来表示 这个Force呢 它几乎会用1来表示 那 因为它们会互相互相 所以在后面设计的Function 你必须要先在最前面这个 这边给一个宣告 所以这个IsR 就是判断它是奇数的 要先在前面宣告一下 接着你才去设计 IsEvent 这个偶数的Function 那不管是奇数的Function 还是判断偶数的Function 它都会 输入一个值 一个参数就是 你到底要判断这个值 到底是什么值 那如果这个的设计 它会有一个True就是 当你是判断是奇数FORCE的话 那我们就-1来判断它是偶数 所以如果你不是奇数的话 那偶数 那-1 应该会 有可能是偶数 那我们要判断最终的条件就是 0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不是奇数 那-1是0的话 就是偶数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偶数 -1是0的话 那就是奇数 所以这两个互相呼叫的 递回Function 它的设计的概念就是这样 因为奇数跟偶数 相差1 所以你如果不是奇数 那-1之后等于0 那就是偶数 如果你不是偶数 那-1等于0的时候就是奇数 所以我们的设计是这样的 那再来是 我要印出 这个True或FORCE的Flag 因为在True跟FORCE 这个Booling的字要形别 它的列举形别是True跟FORCE 可是它实际上 记录的是0跟1 所以你如果直接印出 这个Booling这个Flag的值的话 它会印出0或1 因此我们要特别设计说 它印出的True是这个字串 或是FORCE这个字串 那这个程式呢 它就是说 如果这个Flag 它是True的话 它就会印出 后面问号后面这个值 如果它 Flag这边判断是FORCE的话 它就会印出 冒号后面这个值 这个是If-else的一个缩写版本 好那这组程式就是 我去判断说它是 偶数 它是不是偶数 判断出来会是True 那判断出来 10是不是奇数 判断出来 10不是奇数 所以会是FORCE 那15的话 它应该是奇数 所以你判断它是偶数 应该是FORCE 那15你判断它是不是奇数 应该是True 接着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Countdown这个例子 也就是倒数计时 倒数计时 倒数计时 我们怎么样把它写成 是一个Recursion 这个倒数计时 我们先倒数计时3看看 那它应该会 倒数计时3 2 1 然后如果是0的话 就FIRE 因此我们来看它的写法 这写法它就是先写 基本条件 再写一般条件 那基本条件是说 它倒数计时 一直倒数计时 到小一等0 那我们就印出是FIRE 所以如果你是0 或者是小一0 它就会直接 符合这个条件 那就印出FIRE 否则的话就是一般的条件 一般的条件 它就会先印出说 现在你的值是多少 那我在递回的呼叫 把现在值-1 就会等于 我们要递回呼叫的一个参数 再把它传递进去 这样的话 就会一直慢慢减少 慢慢减少 所以就会变成3 2 1 5 递回呼叫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每一次的 韩式的递回呼叫 都会造出一个 韩式的新的instance 那这个新的instance 它会有一些资料的值 包括参数 和它的区域变数 那这些参数跟区域变数 都会存放在所谓的 stake diagram里面 在编译器里面 会做出一个 所谓的stake堆叠 那它在每一次的countdown 每一次呼叫countdown 都会有新的变数 N 和计算出新的值 如果有区域变数 它每一个都会 有一个新的instance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main里面 以上一个程式 这个在main里面 它是没有其他变数 它只有呼叫countdown 它传递的参数 也是一个整数的值 所以main里面 没有定义参数 那每一个countdown 都会有新的变数 跟新的值 也就是说 它在main里面呼叫countdown 那进来这里 传递3 3进来 所以第一次呢 这个值是3 那因为它不是小等于0 所以它会跑到l 那它会先印出3 印出3之后 n-1就变成2 2 它用2这个整数值 再去呼叫countdown 所以会再回来 编号2的程式 这时候这个n就变成2 所以每一次的呼叫 都会有一层一层的这个值 这个参数的值 或者是如果countdown有变数的话 它都会有一个变数的值 所以每一次的呼叫 都会有一个新的instance 新的这个countdown的instance 产生 以上面的程式码的例子 它呼叫第四次 就达到Best Condition 会停止继续呼叫韩式 而计算出一个值回传 上面 它会去呼叫countdown 那这时候是n等于3 那countdown呢 它没有到达Best Condition 还会再继续的往下呼叫 呼叫下一层 呼叫下一层 呼叫下一层的时候 它n是等于2 n等于2的时候 它还没有到达0 再继续呼叫下一层 这是n等于1 n等于1的时候 它还没有到达0 因此再往下呼叫一层 这时候n等于1 它就到达Best Condition 就会停止呼叫 把计算结果回传 或者是像三个例子是没有 是void的话 它没有计算结果 它就直接会到第八行 第九行 就会结束这整个韩式的地回呼叫 接着跟大家介绍 无穷的地回呼叫 然后地回呼叫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是Best Condition 基本的条件 你基本条件达到之后 它才会停止继续的地回呼叫 如果你的Best Condition 没有设计好 或者甚至没有设计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停止 而变成无穷的呼叫 那无穷呼叫 会知道编译器 或者是电脑的分配的RAP记忆体 它可以造出这个Stack堆叠 那这个Stack堆叠 如果意味就是 它已经装满了一层一层的呼叫的 这个Instance的话 就会产生Long Time Error 这个Long Time Error 是执行时期才会发生的错误 那程式就会中断 最后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就是设计的一个概念 就是所有的Iteration的程式 都可以换成Recursion的程式 那相对的 所有的Recursion的程式 也可以换成是Iteration的程式 那右边这里的例子是 N9 RR是Recursion的写法 那这个N9 II是Iteration的写法 那这个Iteration的写法是用Loop 用Fire回圈 当N带0的时候 我们就会印出 N的值冒号 再印出一个字元A 之后它就会 N-1 回到 第11行的程式码 Fire 回圈的条件判断 那一直 一直回圈 一直回圈到 N带0是Force 就会跳出 跳出回圈 In 第15行的Stop 那这是Iteration的写法 使用File 这个指令 那如果是你用Recursion的写法 它不用File的指令 它就是递回呼叫 会有一个 这个Condition 就是条件判断 那这条件判断成立 它就会继续的去递回呼叫 不过你的N 会少1 就像这里的N--这样 那如果说 你 一直递回呼叫 递回呼叫到结束之后 它就会Return Return回来 否则的话 它就会 印出Stop 那结束 介绍完这次的内容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练习 就是Page 7 就是刚刚的这个 程式 是 那它的Man 它会执行一次的 递回呼叫 会执行一次的 回圈呼叫 同学 可以 执行看看 这个 递回呼叫 跟回圈呼叫 它们的 这些程式码的 执行顺序 那你把这些程式码 执行顺序的编号 写出来 这是我们的提问的内容 最后还是介绍我们的参考 支援 分别这里是授权模式 还有作者跟出处网址 请大家参考